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6月16日 星期五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首先講講大家樂 據報大家樂就著輸入外勞有回應 講到考慮請外勞 另外研究或者要加價 又請外勞又加價是怎樣的一回事 據報大家樂去年賺不少錢 最新的消息如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一邊想昨晚馬會有一宗論盡事 凌晨要回應就說回水 馬會為何回水呢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大家樂就說 人手短缺嚴重 考慮請外勞 另外研究收取外賣付加費 報道的內文提到 儘管疫情過後 社會活動回復正常 但大家樂集團首席執行官羅德成表示 大家樂快餐晚市生意 仍然較疫情前少一成 黑流量仍未恢復至疫情前的水平 集團會積極調整餐單 令到整體銷售和客廳有改善 希望提升利用 至於餐價 羅德成就說 大家樂快餐店 現在人均消費40元左右 面對著食材 人力成本上漲 有加價壓力 目前有一兩元的上調空間 另外由於政府逐步推行 塑膠管制的政策 塑膠成本上升 正研究收取外賣付加費 他又說 人手短缺問題仍然嚴重 大家樂快餐前線人手缺少一千人 活力午餐也因為人手問題 或者在新學年損失一至兩成的飯盒數量 對於政府推行輸入外勞政策 他表示 等待政府公布餐飲業相關條例的更多細緻 會積極考慮招聘外勞 希望中港兩地人口互相流動 對員工招聘和業務發展有幫助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佳欣大家樂已經講得明白 考慮請外勞和研究收取外賣付加費 全線加價 不過昨天有另一宗趣聞 就是網友近期說十大難食的連鎖餐廳 大家樂也榜上有名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留個熱一起聊聊天 另外也講講另一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新投注選擇惹來爭議 兩球膽投注選項暫停 馬會要回水 報導的內容提到 香港賽馬會在6月16日凌晨 宣布暫停兩個新球膽投注選擇 原因是客戶還未完全了解 並決定對日本對撒爾瓦多賽事當中投注波膽的客戶 卓情退錢 馬會的聲明指出 該會6月6日向傳媒和公眾宣布引入兩個新波膽的選擇 相關資料包括 眾裁的條件 經已在多個投注平台上載 已供查閱 但馬會注意到 個別在日本對撒爾瓦多賽事當中投注波膽的客戶 還未完全了解新投注選擇 因此馬會決定卓情退還相關的投注款項 另外馬會決定即時暫停兩個新波膽投注選擇 並將會加強宣傳工作 以確保未來重新推出的之前 客戶會對新選擇有充分的了解 因此若客戶已經投注未來幾天的賽事 而比賽結果出現6比0或以上 即是對手0入球 馬會將會為已經投注的相關選項的客戶安排退款 有關的詳情將會盡快公佈 根據馬會在6日公佈 足智採6月13日推出兩個新波膽的賽果 分別是主其他即是客靈入球 和客其他即是主靈入球 即是從現在的主其他和客其他的賽果當中 抽取主隊和客隊不失球的大比數勝出賽果 即是6比0、7比0、0比6、0比7等等 自在為顧客提供更多的投注選擇 據了解 星期四6月15日的日本主對撒爾瓦多客的賽事 日本是以6比0贏出的 有投注主其他市民以為中彩 但自電馬會只需要買主其他客靈入球 才可以獲得派彩 令球迷非常不滿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馬會回水比較少見 加一近日多了兩個球膽的投注選項 開始看到一頭無水 但原來當賽果出現大比數 即是6比0、7比0、8比0 以往可能買主其他的便會中獎 現在要買主其他客靈入球 在說礦仔沒甚麼買球 所以不知道怎樣玩 可能各位網友會更清楚 不妨劉果然說說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大角咀櫻桃街男子 臥地昏迷 宋軟搶救過後不治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天6月16日凌晨3時13分 警方接報大角咀櫻桃街奧凱城三旗 對開行人天橋口 一名男子倒臥在地 昏迷不醒 救援人員接報到場 將事主送往廣華醫院搶救 忠告不治 警方正在封鎖現場 並調查男人的身份和事件起因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怨死者安息 未知他就昏迷的原因 仍然有待調查 另外也說說這單怪物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西九文化區對開有個男子墮海獲救 自稱在中環游泳過來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天6月16日早上6時44分 有人報警 指在西九龍文化區對開的海面 發現有兩個人在海裡再浮再沉 海事處人員在場救起其中一個男人 他搜捕擦箱 宋怨自你 其後人員在海面繼續搜索 再沒有其他發現 相信事件只涉及救起的男子一人 現場消息指 當時有政府領航船的人員 發現那個男士主隔 並救起他 男子獲救後腳震震 撞慎京方 表現得語無倫次 聲稱自己是由中環游泳過來 一時又說自己是馬來西亞人 一時又說自己是台灣人 說話又混雜廣東話、英文和普通話 由於他身上並無身份證明文件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相當離奇 這個男人究竟來自哪裡 據報他突然被人發現 在西九文化區對開的海面 當時他再浮再沉 後來被人救後 就說自己是中環游泳過來 那是否中環游泳 不知道 可能可以的 中環跳海游過去 西九文化區可能可以 不懂 結果這件事就說 這個男人暫時未知他來自哪裡 和墮海的原因 另外亦都說說這件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安宮牛皇院B貨充斥市面 踢包藥房影射藥當真貨賣 來自星島新訴王 報導內文提到 中城藥安宮牛皇院功能 清潔解讀 隨談開竅 主治內熱斜勝 不少市民或內地遊客 都會買安宮牛皇院看門口 星島新訴王收到讀者報料 表示在藥房購買馬伯娘安宮牛皇院的時間 懷疑買到包裝十分之相似的B貨影射藥物 為了解實情 星島新訴王記者走訪旅遊區多間藥房 以普通話實測購買馬伯娘安宮牛皇院 結果發現 藥房職員對推銷B貨安宮牛皇院不為餘力 第一招是藝務正貨 B貨安宮牛皇院的包裝 和馬伯娘藍色長方形的包裝 都十分相似 但往往以金裝 國際出口裝 全新升級版等名義出售 當記者問到這些貨品 是否馬伯娘的時間 有藥房職員直接回答 是馬伯娘 有些說是馬伯娘的水貨版 漁木混珠 第二 國價出銷 B貨安宮牛皇院價格 介乎1200至1600元 但記者走訪幾間藥房 有人以買一送一作為招來 十粒裝的安宮牛皇院 匯合售價低至690元 另外 職員員會口頭介紹B貨的時間 貶低正貨的藥效 只有清熱解讀 B貨才能夠通血管 通經絡等等 記者在尖沙咀買頭一間藥房 更加發現B貨的價錢 竟然是高過正貨 為何藥房會這麼努力促銷B貨 有熟識藥房的運作人士爆料 指B貨安宮牛皇院的內貨價 會合低於3元 流水盈利都遠比正貨高 以上致錄於星島日報的報道 星島新數王跟進安宮牛皇院的B貨事件 基本上都是那幾招 一來便宜一點 二來就說正貨也不太適當 結果哄你買B貨 這個情況可能針對通關過後 有很多內地遊客上來香港買藥 最新情況成為報道消息 暫時未知有沒有準一步的下文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